好,玩具TV第26季第7集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蒙面超人, 極狐 我很喜歡那個... 慾夢... 盜賞員 那個盜賞員 那個很美女的 對不起, sidetrack 終於叫做第一隻的極狐產品 SHF出了 有些什麼留言? 坊間很多都是說QC很頑皮 看來這隻未必過得到德哥的... 看來看吧 Rikid, 我買這些 我未買, 正在等 每次都便宜兩百多元 因為現在SHF都有一個慣例 每逢第一隻主角很便宜 4400日圓 但之後很多都是雲限 起碼四五百元起跳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武器永遠不在那裡 對, 超過1674 這招很厲害 有什麼武器的? 有支長槍 有支短槍 短槍今次跟了 都算好了 槍是這樣的 你下隻不知從哪裏 拉長槍出來 好, 大家看看吧 其實我覺得是便宜兩隻 當然 嘩 拆都未拆 這真有誠意 不介意我破 好, 接整件東西拿出來了 快去台灣 快去台灣 好了 我們又輕輕說一下故事 德哥 你正在摸膠子的時候 這次都頗突破 好像是一些生存遊戲 或者是叫做 這個人是否像龍騎 又不算 我又不太覺得 對, 因為他不會死人 原則上不會死人 是呀 剛開始還沒死 後來應該死的 我覺得 其實很多都死了幾次 有些參賽者 都成為了這個 那些大角叫什麼 那些 死了 他有個 但我印象深刻 有一隻熊貓 那些是軍團 那些 一時死不來 直接看一隻 放在這裏 給大家看一看 這隻很吸引 這個才是值會標價 很棒 是一隻狐狸 是呀 狐狸 因為剛才你說有 有熊貓 有狸貓 是 他好像同一輛電單車 沒錯 下半身就是 Booster Booster的key 就是可以召喚一個電單車 SHF出電單車 我就真的買了 因為他那輛可以變贏 可以變成一隻 像火鳥 狐狸 真是狐狸 可狐狸 大家擔心 或者叫做 扣病的地方 其實在這隻 裡面 我就不見得 很明顯 太嚴重 其實 那些人又說 這一個 前角位 就有一些多餘的 紅色 橙色 什麼都好 但這隻其實都很漂亮 所以恭喜阿Dick 你是不是鹽絲 沒有 人家幫我買 不過呢 少少瑕疵 因為始終也是 他這次用了一個珍珠白 對 很漂亮 這些白色 有時候 很容易搖 很漂亮的 應該這麼說 其實短時間玩 就沒有問題 不過 很容易黃 而且他現在好像也有輕微有少少 輕微有少少 黃色的反光 黃色的反光 對 黃色的反光 因為重點是 其實你頭這隻色 和肩膀這隻色 會有多大分別 好有色差 還有 還有 這次極活 這個就真是正 挺漂亮的 這個 軟膠 但有機會出油 但你這麼細快 出油 就不用太擔心 但質感是很漂亮的 這個皮 好像有點皺摺 有了那種質感 不是一個直 一塊 所以我想 接下來 任何披風 或者抖風 那個處理方法 都可以變成 我相信都會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軟膠 對 它的質感是非常之好 對 這隻真的算 阿迪這隻真的挺漂亮的 QC好像 這裡 不要再看這些 好了 我們先看看漂亮的位置 其實整隻東西 最花功夫就是下面 好厲害 這個排氣管 可不可以算是幻彩式 絕對是 這個上色 是三四層色噴上去的 銀底 然後是紫色 漸變黃色 銀色 紫色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實色藍色 有支槍也挺開心的 非常之不錯 嗯 先動一動吧 好了 好了 頭呢 其實HF本身的可動性 其實也不需要太擔心 始終是要Depend on 那個拉打的造型 會真是對於它的可動性 有多大影響 那如果純粹說極弧呢 它真的只是因為這個頸駁位 會頂住 所以變了它向後額就會差一點 但向前就不會有任何妨礙 肩甲 你會看到它的內扣 有一個波珠 對 有一個可動動的關節 再搏在一個波頭上 所以變了肩甲的可動性高 以及就著關節位 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就這樣動動都已經是起碼90度 很舒服 這個可動 沒錯 沒有難度 而且本身它動得很緊 不鬆的 所以SHF這方面處理得很好 上臂的橫切 只是一隻而已 本身如果純粹說那個手肘位 這次就只可以動到90度 當然算少 對 它沒有雙關節呢 單節 為什麼只有90度 你會看到前臂位 已經頂住了 以及這個手臂甲 已經是有些干涉的 所以變了這次只會去到90度 波珠大家正常看到可換手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 這個是很正常 而且動得很舒服 其實如果前臂位的圈 另外分了件 可以向上向下 就不會影響可動性 沒錯 所以這個只是幾個水 不是幾個水 是一二百元 價得缺問題 是否一百元 值得玩 沒錯 腰 你會看到就這樣 向後咬 因為就著本身這個胸 和腰分的關節 上下節的關係 令到它的可動性是不錯的 還有大家有看到極弧的話 都會看到其實它這個造型 在這個玩具設計方面 它真的不需要擔心可動性 因為它每一些甲位都不會 特別對於關節有很大的阻礙 所以變了這條腰 也是動得很舒服的 腳 哪裏需要擔心SHF的可動 都沒有問題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重點 是在這個股關節那裏 有一個波頭 變成這個大腰位的關節可動 方位是可以很大 它是上格混沌 哦 它這裏可以剛剛放進去 對 所以當然了 你始終都是要 走一走 看那個位置 放進去 你才會動 其實你初初以為會刮到什麼 不會的 它的位置是很美的 所以也不會刮花油 大家玩的時候 其實拉梯一點 就會看到那個 那個虛位 是的 那個叫股關節 哇 正 也可以看到 其實這樣掉出來的話 代表什麼呢 當然是代表它可以很開心地玩它這個 左右調換 是的 這次的腰帶很仔細 上得很漂亮 沒有以前那些 說中間的logo又沒有了顏色 那些 我印象中就是 屎王 沒錯 那個是出得很差 很差 沒有顏色的 還有本身 握劍那個是什麼 握劍 握劍 Saber 那個真的 劍也好 腰帶也好 都一絕 真的搞不定 但這個就很出色 這次就很漂亮了 但是這次的套路 是不是兩種能力 上下調轉 沒錯 也是這次 SHF的玩法 是的 兒童玩具那隻 真的可以上下調轉 是的 手軟的 是一樣的 當然 剛才看到膝頭哥的可動性 也是一貫的SHF做法 也是動得很舒服 還有這個超過90度 如果是這樣 這個是 可以把上身和下身分開嗎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真的 這次故意的玩法 是的 它有沒有說明書 這次 說明書 應該要掃描 哦 看看 它平 抱歉 應該在旁邊 對 它的說明書 應該在這裡 好 嘩 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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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原來連頭 都是可以拆開三格 對 可以拆開三格 因為它口罩的位置 如果換頭換個身 也可以換下 例如換個紅貓 頭就變紅了 就是那部分嗎? 對 嘩 SHF也有這種用法 對呀 這次是故意這樣做的 拆掉了 德哥 看到了 但我看到有些其他顏色 黑蚊蚊只有頭 它其實可以拆到剩下黑蚊蚊的 方便你 就著上身和下身 進行一個換件 就是這樣 就可以拆到變成這樣 有三格 厲害 剛才德哥說了 那條腰可以上下拉開 可以立即上下半身分體 我拍著德哥一條腰 嘩 你這麼會拍? 沒什麼腰 對呀 我剛剛想說 你拍到有腰這件事嗎? 這支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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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可以拆掉一支炮出來 插上帥仔一點 不好意思 都不損在 大家其實有追開都知道 極湖已經出了這個Version 2.0 為什麼日本網友在這裡留言 如果有時間的話 日本還沒賣嗎? 還是賣了嗎? 賣了 賣了很久了 一段時間 都兩個星期了 應該都 換得很舒服 不會說要很用力 位置又漂亮 還有呢 這次的身體 身體也很壯 有一點像真骨那隻 其實現在的SHF 它又不會特別跟鎮骨相差 對呀 因為它的身體整個 已經有皮套的感覺 好 看到這個麥林的上半身 配上這個手炮 是非常之有型的 這支手炮 當然了 有時間就可以玩這個 吊串的腰帶 好 好 最後 再介紹一下 它其實還有三對手型 還有一支短槍 短槍的 不如就插一支短槍 剛才說我不想插短槍 就插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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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真的算是這樣的 佛心啊 但是它已經說明了 那把長槍 就是在二騎那裡 綠色那隻 那算吧 二騎也算是這樣的 不是在雲下見面就算 是啊 主角那些劍在雲下 那些方法會出現 當然了 其實本身一些手柄位 是可以加回到槍上的 不過大家留給大家 自己可以很努力地 硬勾一下 現在賣多少錢 二百六十元左右 二百五六十元左右 是值得玩的 聽到這個價錢 應該是值得玩的 大家既然有一個開視窗式的 你就看清楚 有沒有什麼日式的情況 才出手都不遲 行嗎 好 好 還有一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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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